大家好,我是Stan 2021年8月退出尤家矮子的苏靖 时隔两年终于开设了个人IG账号 6月30号,苏靖开设了IG账号 并上传了一张照片 虽然只是没有任何内容的一张照片 但是苏靖的IG再开设不到一天 就突破了160多万的追踪 看得出来真的是有很多人都在想念他 但是苏靖开设的IG 马上就在韩网掀起了热议 不会是要Solo回归了吧 霸凌的人不可以回归 退团后这几年就好像是没有在韩国一样的 一点东京都没有 现在只是开设了一个IG 还想要留算言的人真的很恶心 把那个精力用在都霸凌了 还打个拍电影的那些男男的吧 他现在只是普通人了 应该会回归的 昨天看论坛也看到很多人说 他没做错很冤枉的贴文 爆料者说苏靖召开过学校暴力委员会 结果发现当时的受害者是苏靖 他现在突然说不确定是不是苏靖后 山流言消失了 还在说霸凌的人真的很愁陋 拜托不要假装不知道 能够确定的是苏靖还是非常有话题性 所以对于苏靖开设个人IG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庞谭孙等穷谷将在7月14号发表搜罗专辑 7777 而今天有媒体报道 该NV的女主是韩所以 而轰动了韩国网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留言怎么都这么好笑 7月14号下午1点 庞谭孙等穷搜罗出道起7MV 韩索宇会出演请多多关心 咩咩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7月份即将回归的idle们 7月4号team top将以新专辑回归 新人女团kiss of life 将在7月5号以第一张mini专辑正式出道 7月10号exo将以正位第7张专辑回归 男团tomorobaytogether将在7月7号发表与tronasbrothers的合作歌曲 新人男团cherobeiswen将在7月10号正式出道 7月11号emmiss将以新专辑回归 并在7月3号公开先公开曲 7月12号aikonkimjiran将以出道首次个人专辑回归 推尼文成员sandarov将在7月12号以solo专辑回归 旁滩村人冷冲骨将在7月14号以个人专辑回归 7月17号ncd3将以正规第三张专辑回归 女团njins将在7月21号发表第二张mini专辑getout 并在7月7号公开先公开曲 7月31号女团一姐将以新专辑的主打歌cake回归 接下来是还没有确定日期 但是很有可能在7月回归的idol们 moosexshonohyungwon miresonyeon mimiroz bubugirl i-li-won old-eye-socle i-lo somi 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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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